現在這個中美之間互相掐脖子 各式各樣的一些管制等等 那美國對大陸的這個管制 看起來是有一些效果 大陸有一家這個人工智慧晶片的巨頭 AI巨頭韓武器面臨了重創 它是什麼 這家公司非常有名 它是輝大還有超微等 頂尖人工智慧晶片商的潛在對手 中國AI晶片的第一股 那現在呢 我們看到好像有點真的是撐不下去 大裁員有沒有 第一次裁員 四月份就啟動第一次裁員 這次呢 解雇至少一半 被認為是美國的這個制裁奏效了 對 當然奏效 美國現在重點 現在已經非常越來越聚焦在 就是AI的產業 因為AI 我們剛剛上一節講到 常溫 常壓 超導體 這個是一個改變整個遊戲規則 改變誰能主導未來的這個科技發展 其實AI也是 AI事實上是 現在就已經在主導 任何產業它將來的競爭力 所以你將來你所有的 包括我們現在用的所有這種科技的產品 你如果沒有AI的成分的話 你漸漸就會失去你的競爭力 現在最明顯的是汽車 現在汽車為什麼中國大陸的汽車 比如說我們像比亞迪 像這個問界 這裡面都是AI的東西 它都是電子控制 電腦控制 就是人工智能在控制的 所以這個部分美國現在已經很清楚了 美國如果這個國家還要在科技 在這個產業上還要保持領導力的話 已經不是只是掌握晶片了 而是晶片現在發展的最厲害的就是人工智慧 那所以人工智慧現在是我美國已經 本來這個七月二十三號就要公佈的 就是有關打擊中國 中國有關那個晶片 專門打擊AI這個產業的 所以過去已經有了 現在是加重 所以我認為如果說中國大陸不能夠在這個AI相關的高端晶片裡面獲得突破的話 那中國的這個整個AI 起碼在目前就會像這個韓武器一樣 他這個重要的重要的部門 你看車用半導體 他就解僱了一半的人 所以事實上美國是打中的要害 是打得很準 確實打中 那如果沒有AI的話 那事實上的話 很多產業可能在五年甚至三年 他的競爭力就節節敗退 競爭力就節節敗退 那現在什麼都用到AI 你將來你這個你的船 你比如說大的船航海 你的航空 你的這個現在汽車都是用到AI 都是用到AI 印度啦 大家懂啦 現在印度跟這個大陸的關係 之前小米不是被整得很慘嗎 最近要跟比亞迪查稅 說他少繳了7.3億盧币的這個稅款 那比亞迪目前根據了解 已經全部都繳完了 但還在調查進行 可能一調查之後呢 又說你這個又欠那個又欠 也不一定哦 那但是另外一頭大家別忘了 7月28號到7月31號 法國的金長不是到大陸去嗎 還特別去這個深圳 特別去看了這個比亞迪哦 那你印度不要 我法國要是不是 希望說服比亞迪到法國去建廠 然後另一頭我們看到這個特斯拉業 已經在德國建廠投產嘛 比亞迪還沒有在歐洲設廠 所以這個全世界在爭取的比亞迪 包括歐洲看到了比亞迪的重要性 你覺得印度到底在幹嘛 印度查稅這個動作是為了什麼 當然啦 我們都知道印度 你只要在他那邊賺錢賺多了 他就有 他要找你麻煩 叫你吐出來一點 不過這個整個下來就是六千多 六千多萬的人民幣 因為這個裡面我的瞭解就是他課稅的那個標準的問題 因為印度是高度保護主義的 你如果說是存車進口的話 你可能就是差不多是電動車 還有他電池是百分之百跟百分之七十的稅 也就是說你的這個從價稅 你這輛車一萬塊錢的 人民幣一萬塊美金的車 你的繳稅你就要繳一萬塊 那如果說是你被認定有部分或者是在用印度的產品的話 那你就譬如說他很多規定啦 你有他獎勵你用印度的零組件或如何 或甚至在印度生產 那你這個相關的相關的這些材料 或者半成品進來 你的你的關稅就降到十或者三十 這個差距很大 那這個東西就變成這個 這個關稅本來就是很複雜的東西 那你剛開始的時候他可能是講好說 你這個都是用這種所謂的雙方合資 或者說有應用印度相關零組件 所謂用較低的這個進口關稅 讓你的車子進來 那他後來他印度的說法又說 發覺沒有照原來的這個說法 你可能是整車的 你本身的使用 這個中國大陸國產的零組件 超過一個標準或如何如何 那他說那你就應該要用 整車進口的這個百分之一百 跟百分之七十這個稅率 所以他現在就是用這個方式 這個理由 他說那你就欠稅 你這個沒有達到我當初給你這個 優惠稅的待遇 關稅的待遇 那你應該還是繳回 正常的關稅待遇 那這個稅差一下就差不多 六千多萬人民幣吧 六千三百五十萬人民幣 對 但是紀大使你知道 查稅就是一個手段嗎 查稅是非常複雜的 我也可以不查 對吧 而且有認定的問題 認定的問題 所以就變成就是說 可是印度實在是他的名聲太差了 你就說你進去的時候 你跟他講好 他到時候不算話 所以是我不太認為比亞迪 他有必要 他去開拓印度市場玩這些手法 對他不好嘛 你就當然他希望乖乖的做生意 而且比亞迪又不是有很多的競爭者 比亞迪他今天能夠在國際這個 在世界上在中國 他不是做很高價位的車 那他的競爭市場的話 事實上的話現在是所向無敵的 所以他沒有必要在印度上 我認為他沒有必要在印度上 做這種這種怎麼講呢 虛報的事情 你把市場打下來 不過我認為就是說 印度一直認為 他們的一個噩夢 就是印度的產業被中國控制 印度其實以他的發展水準來講 不管是你的商業模式也好 不管是你的這個 工業產品成本也好 跟中國合作 都是最符合印度的經濟效益 太陽星全校客費 有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 客費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客費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 對場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客費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要使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客費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美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選口 Foodseal feel good Foodseal feel good